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7月28日 今天是星期日 繼續來到星期日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是6月23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國際大事局 我們做時事 主要都是圍繞這幾樣東西 政治 國際局勢 香港最新時事 中國大陸最新情況 經濟問題 還有 其他 包括可能是奇案 又或者是特殊話題分析 大致上 我們最關心的 都是跟世界的大局有關 當中也會跟大家討論科技的 今年2024年 最影響人類命運的東西 肯定就是這屆美國總統大選 所以 我們當然也會跟大家緊貼著詳細分析 這節要說的 是蓬佩奧 我們的舊朋友 真的是香港人 即是 上一屆美國總統特朗普 國務卿 蓬佩奧現在 還可以說 是在特朗普陣營 不過 可能不被重用 原因就是因為蓬佩奧自己 本身也是 有意想割續美國總統 對於 特朗普來說 當然不能夠接受 因為總統是他 你 出來是搞競選 等於 是挑戰特朗普 所以 蓬佩奧的關係當然 跟以前 是不能夠相比 但是蓬佩奧仍然 被特朗普陣營的這一邊 而且 相對起 美國民主黨 當然 共和黨的 對外策略是會較為接近 蓬佩奧的想法 因為蓬佩奧本身 就是做這個 是國務卿 美國國務卿負責 管外交的 即是現在是布林肯 布林肯 我們又不可以說布林肯做得很差 但是布林肯 拜登政府基本上就是在國際上 是經常 是肆虐的 所以 有很多人 包括我們 當然也希望美國能夠變得更加強硬 最新揭露 是蓬佩奧 透露特朗普的歐洲 還有世界大計 首先第一點 他 是在Twitter上寫的 第一點就是要解禁 美國的能源問題 如果美國能夠主導能源問題 在說給俄羅斯 是牽制著全世界 的石油問題 歐洲 天然氣問題 因為整個歐洲也依賴俄羅斯供應 所以導致歐洲 對 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舉其不定 他主張的第一點就是要將美國 能源 工業 還有國防工業 全面啟動 令到潛在對手 即是俄羅斯和中國 在 國防力量上無法跟美國競爭 他沒有說明如何釋放美國能源潛力 但是應該 可以想像 推敲就是 新能源 我們大家都知道 美國是有大量的 葉岩油 如果美國 真的拿出來 其實 對可以 解決現在世界上大部分 需要依賴石油出口國 國家的問題 第二點 關於歐洲戰爭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他提倡 取消 對烏克蘭的所有的武器限制 現在不願意給烏克蘭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在動用納粹人的錢 將那些武器全部送過去 所以 有效地制止 問題的方法之一 就是建立一個 租借計劃 即是說 不用美國的納粹人埋單 而是改為 將武器等於租給 烏克蘭 並且 對俄羅斯銀行 例如他跟任何 能源生產有關 的交易 制裁 其實對俄羅斯也不算是放軟手腳的 甚至你可以說是更加進取的計劃 關於歐洲問題 還有北約問題 他仍然主張要加強歐洲 還有跟其他地區的聯繫 包括北約在內 但是需要歐洲人 支付 他 承諾了 GDP的3% 作為軍費 這個一直都是特朗普的主張來的 特朗普的主張就是要歐洲國家給錢 不要只是依賴美國 簡單來說 美國的大問題 就是開銷太大 即是說美國 庫房有很多錢 但是美國 為了把這些錢 按出來 四周圍 在這些問題上 包括軍費 是大量 對外輸出 所以特朗普 銷售中了不少選民 就是銷售中了選民 幫美國省錢 在中東方面 中東方面重建 跟沙特阿拉伯 還有以色列的關係 共同繼續打擊 伊朗 對於穩定地區和平 下背有幫助 這個就是大致上 是特朗普 上台之後 對外形勢的計劃 更改 坦白說 今天 對上四年的美國總統拜登政府 基本上 都不可以說是放生俄羅斯 或者是放生中共 不過對中共的打擊力度 實在是不夠強硬 也不夠大 我們可以預計 接下來 無論是賀錦麗 上台 還是特朗普上台 其實只會對 中國大陸 還有俄羅斯 基本上只會走強硬路線 因為 選民 在說事 如果特朗普真的想變成親俄 其實他會選輸 選舉 包括全世界 也有很多人看不過眼 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特朗普這次你與其說 是跟賀錦麗是對選 你不如說是特朗普自己跟自己選的 其實特朗普 最重要是要避開自己的回力標 因為他自己的問題 不解決 就不用指望 選民會支持他 按照現在這個計劃方案 不代表是要逼烏克蘭 一定要停火 即是說烏克蘭有機會可以獲得更加多武器 而且 對 俄羅斯不必受到限制使用 即是說 一旦俄羅斯 在侵略問題上 不妥協 例如把吞併了的州份交還出來的話 等於美國是全力 繼續支持給烏克蘭拿新武器 打俄羅斯 坦白說 特朗普本人怎麼想 不是最重要 如果他提出來的政策 就是這個 我不會反對的 這個也符合我們所說 他的個人看法和意願 不是我最重要 政治人物 本身我不是看他的個人想法 而是 看他到底推的政策 是怎樣推的 即是好像 英國的印度人手上那樣 到了最後那一刻 對中國大陸越來越強硬的 我當然知道他從來都不是這樣想 但是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因為這個時勢 被迫需要提出這樣的政綱 而你 又有 選票和選舉的壓力需要執行 我也不會反對的 這個就叫做政治現實 所以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 你跟我說這個人是真心的 很有心 但是推的政策全部都不推 對於 選民來說 對於一個地方的國民來說 是沒有意思的 我沒有興趣知道他 怎樣真心 怎樣有力 這些 政治上面 尤其是民主政治 是一點也不關心的事情 不要跟我說哪個英俊一點 哪個好人一點 所以美國接下來的總統選舉 我們仍然會和大家詳細分析 當然我們也說過 我們主持 當然會對候選人 有不同的感覺 還有看法 還有支持 但是我們做分析 就是會做客觀分析 而並不會 成為 某邊陣營 的競選平台 敬請各位注意 好 我們今節時間 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婆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時間 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 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 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 Surfshark 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